我用旧纸箱给妮妮做了一个有近千种组合的书架 妮妮的书架和储物柜又放满了 我打算结合俄罗斯方块给它做一个随意组合的书架 俄罗斯方块的每个形状都是由四个正方形组成的 那么这个正方形边长咱就给它定18厘米 这个底板有了就切它的边框 这个纸板有点薄 给它粘成双层的吧 这样更结实 然后沿着边粘上它的边框 不过得注意别把它粘歪了 这做出来之后还是挺板正的 只是这纸板色不好看呀 上点颜色吧 这颜料怎么还妥了呢 只能另想别的办法了 最后买了这种大贴纸 还是挺好用的 每一面都粘上 一个Z字形就做好了 之后把其他的形状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做出来 每一个形状都用了不一样的颜色 我一共做了七个形状 做好之后我发现相较于放东西 妮妮好像更喜欢摆着玩 还问我一共能有多少种摆法 这个 我一共有两个形状都用了不一样的颜色